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王溫峰老師 接下來要為各位同學介紹 無刷直流電動機構造及分類 直流無刷電動機的構造 是旋轉磁場型 它的定子側通常會裝置有 兩項三項或者四項的電速線圈 轉子則以永久磁鐵構成 如果我們用轉子的形狀及安裝的位置 我們可以將它的構造分類成 第一個內轉子型 第二個外轉子型 第三個扁平型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內轉子型 我們可以看到左圖中 轉子磁級是位於電動機內部的 定子的電速線圈則在外圍 所以這樣叫做內轉子型 內轉子型的轉子 它的轉動慣量小 它的轉動慣量小 控制性能比較好 適合用在定位控制的電動機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外轉子型 各位同學可以從左圖中看到 定子的電速線圈 是固定在電動機底部的基座上 而環形的轉子磁級 則是置於電動機的外圍 所以稱為叫做外轉子型 外轉子型的轉子直徑大 所以轉動的慣量也會增加 所以不適合用在頻繁啟動 及停止的場合 通常用在作為定速控制的電動機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個扁平型 各位同學可以從左圖中看到 定子的電速線圈跟轉子的磁級 都是做成扁平型的 它的目的是為了縮小體積 定子的電速線圈 可以如同電路板的製作一樣 是用時刻的方式製成 扁平型轉子磁級 因為跟定子電速線圈間的氣隙較寬 所以會導致它的磁阻比較大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就會造成電動機的線性控制 會比前兩者還要差 本單元結束